HELLO 大家好,今次會教大家如何在Pokemon劍隊中輕鬆賺錢 首先我們來到這個宮門市的競技場 這個是宮門市的競技場,地圖都給大家看看 地圖就會在這邊,這個紅色這個 首先你要準備什麼進去這個比賽呢 就是一隻的咩咩怪 一隻積極巨化咩咩怪,然後身上打一個護符金幣 然後我們走進去 之後就參加這個競技冠軍賽,淘汰賽 我們按進去,有沒有邀請的選手可以選有和沒有都沒有所謂 好了 這個表是誰都沒有所謂,因為如果你有帶神獸上去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瘋狂秒殺 OK 我們快點按 大概一場就可以拿大約10萬左右的金幣 10萬金幣 不過要留意的一樣東西就是 你的咩咩怪一定要是極巨化那隻 你不可以選其他極巨化 好 我就會傾向第一關就會使用這個極巨化 極巨化要用超大金幣 如果想快刷的話,建議大家可以關掉動畫技能 不然你就會有一段時間看動畫技能 就非常緩慢了 因為今集的技能都非常多 尤其是極巨化煙佔了好幾十秒 好,看到咩咩怪已經極巨化了 OK 他又用了這個下馬威,但不要緊 我們照樣打的 好,極巨化打下去 那金幣就會散落一地了 那大概我預計 扔三下左右 扔三下左右就可以了 扔三下左右就可以獲得999999 好,這裡我們就放多一下 放多兩下 OK 本來我想換寵 但未放夠三下我就不太想換寵 好,第三下 現在 好 由於這個咩咩怪都比較差 所以你看到他的輸出是非常低的 摺下來我就換神獸出來快刷 好 換神獸出來快刷 基本上快刷來說 神獸一定是最快的 好,如果你是劍的話 就當然是用劍神 如果是盾版本的話 就用那隻無極泰拿 好 只需要他之後就不斷狂殺就可以了 用什麼技都沒什麼所謂 基本上 因為神獸的威力太強大了 基本上都是秒住過的 還有說起來 打完這個淘汰賽 他會有一些禮物 譬如是一些限定的精靈球 什麼叫限定的精靈球呢 就是那些叫月亮球 因為月亮球呢 根據上代的話 他只送一個 譬如現在大家身上可能有什麼重量球 這些都是屬於同仁交換的籌碼 這裡可以拿的話是一個非常好事 也鼓勵大家不斷打這個冠軍戰 詳細有多少種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月亮球我就聽說在這裡可以拿一個 最後一隻了 砍得臭油 好 打完這隻就可以讓大家看看 這個獲得的金錢是多少 一場 預計大概一場 我想四分鐘左右 如果你賺錢的話 這個方式是非常之好用的 非常之好用 好 是不是已經完成了 還有沒有 已經完成了 看看大家 看看這裡收到多少錢 好 一萬九千八百四十 就是二萬 然後再加九萬九千九 就是大概十一萬至十二萬左右 好 非常之多 基本上一場打十一十二萬是非常之多 既然是這樣 我們不如錄到尾 看看拿什麼禮物 因為我自己都打了三至四場 那麼這裡我就會快飛去到拿禮物那裡 打到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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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已經打完這個冠軍賽,拿到這個許願星塊 這條影片我錄了12分鐘,也就是說我打這個淘汰賽用了12分鐘 打了錢我就不知道打了多少,我之後都會顯示給大家看 應該是打了大約20多萬,接近30萬的金馬 10多分鐘30萬其實都算容易打,其實都算簡單 這個是比較輕鬆的一個賺錢方法 不知道會不會官方有機會改,應該是未必會的,因為賺錢方式不太多 好,我們下次回來再找其他劍盾的攻略給大家 希望大家賺錢賺得輕鬆一點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,還有還未訂閱的話幫我訂閱 我們未來會有更多劍盾的影片教學 我們下次再見,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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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